大家好 我是環亞基金香港的副總裁高級ETF刷萊斯Nicole 又到星期五了 看看怎樣用這個槓桿反向的產品 但現在去到6月 我都想重溫一些基本的投資概念 或者資產配置的概念 其實如果大家建立自己的投資組合的時候 分散風險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之前我們都沒有提到怎樣去分散風險 所以今集就想講一些資產配置的一些常識 首先有個朋友問我 他現在手上大概有100萬左右 有五成是放股票 三成是放股票掛鉤的ETF 而兩成是現金 他本身是做科技行業的 所以他就覺得我特別留意科技價 所以他的股票全部都是科技股 雖然他好像已經將資產分了在現金 以及這個股票兩個資產類別 但他絕大部分的資產都集中在科技股 其實是集中於太過單一的行業 也太過單一在某些股票的類別 如果真的科技股會有一個跌幅的時候 這樣就會令到他全盤的資產的價值也會跌 因為同一個資產通常是跟著同一個走勢 譬如科技 譬如NASDAQ指數跌的話 其實他下面的成份股都是跌的 其實我們就覺得資產組合 如果是一個譬如中年人士 最好就是譬如說有五成是股票 另外也有些債券或者期貨等等 來做一個對沖 當然也可以考慮用一些商品 或者地產來分散組合 因為根據很多投資的研究 如果你的組合是越分散到風險 即是不同的資產裏面的相關係數 是不會完全一樣的話 長線來說你整體的資產的回報 反而是更加健康地增長 譬如每年可能有五六厘的增長 但是持續可能五至十年都有五六厘 其實這個長線來說 更加方便到你一路做事的時候 不需要怎樣打理你的組合 只需要定期這樣去調整比例 反而有些投資者 根據一些研究 他們就比較希望自己去選一些股票 希望一年可以升到三成四成 但是這個機會率就非常非常之低 可能比中落合彩更加低 所以我就會建議Jason 其實他有五成的資金是擺股票 可以將它減持到三成是擺股票 另外用一些債券或者債券的ETF 來幫他減低整個組合的風險 而債券本身也可以帶來一些定額的收益 另外三成的股票ETF 其實都可以減持其中十個百分比 買一些反向的ETP 因為他買股票 其實就是看市場可能會升 而賺取一個估計 賺取一個價錢的升值 但是如果市場本身都會升升跌跌的時候 如果他加了十百分比 反向的股票類型 即是反向的ETP的話 如果買一個時刻 市場真的跌的時候 他反向那邊幫他賺錢 蓋回正股的跌幅 另外就是20%的現金 我也建議他可以抽一半 10%的現金去做債券的ETF 因為他本身正在做事 即是每個月的家庭開支 都可以由人工去支付 所以未必需要保留這麼多現金 足夠他三至六個月的生活 已經足夠了 其他的錢可以再放在一些投資增值 債券來講 我想很多人債券的印象 就是覺得 我是否要直接去跟上市公司買 還是怎樣 其實債券市場都有兩個市場 一個就是一級市場 就是你直接可以跟一些發債機構 譬如說上市公司 或者是政府銀行去買 另外一個渠道就是二級市場 即是說有些公司已經買了這些債券 它是把它分開 去銷售給一些零售的客戶 我看回市場上 一般的證券行 或者銀行都可以買債券 但是債券 如果你是用一些港元債券 最低入場費 都是要50萬 而美金債券最低 都差不多要78萬港幣 才可以買到一手 所以選擇債券的時候 我認為用債券的ETF 來做成本效益更加方便 在選擇債券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債券的評級 因為其實所有債券都有機會會違約 即是有機會會違約 是給不了本金 但是如果評級高的話 即是它違約的機會非常之低 國際間就有三個評級機構 包括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 評級最高的可以去到AAA 而最低的可以去到C 或者負、P、D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選擇債券項目的時候 看看它的評級 評級高的話 就有機會拿到到期 你可以原本本金拿回本金 而派息率來說 其實這個評級也影響債券的派息率 我們稱它為資息率 雖然資息率 你有聽過 可能有朋友也聽過 我有債券資息率15厘的 這些類型的債券 多數的評級都是屬於低評級 即可能D-grade 他們因為償還能力 不一定保證 所以他們用高一點的息口來吸引你 坊間有時聽到一些高收益債券 其實就是D類這些評級 我們認為這些風險比較高 雖然可能會 每年派給你的息口高 但是它本身的價格 也有下跌趨勢 即是比較波動 債券如果是A級的話 就比較穩定 債券價格比較穩定 而一樣都有派息 我們看看 其實華夏在6月6日出了一個 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銀行的債券 它的底層是一些中國的銀行 或者半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 所以它的評級是達到A加或以上的 所以非常之低的違約風險 另外它也有派息 還要是每季派發 每逢1月、4月、7月和10月就會派發 派發的時候也會在官方網站公佈 預期有4厘的年度化回報 另外本身的債券價格因為是A級 所以它的債券價格的升幅 其實也比較穩定 另外它本身是ETF 所以債券的價錢可以在華夏官網上看到 每15秒就會更新ETF的NAV 以及每個單位的資產整值 所以非常透明度高 因為一般如果你買一些二手市場的價格 除了上政府網站可以看到它的價格 但是有15分鐘延誤之外 你都沒有其他渠道可以看到 除非是專業投資者 他們可以用Bomber機去看一些 叫做Temporary的價錢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用一個債券ETF 來將你組合裡面的風險減低 還有這個新上市的ETF 其實它的管理費很便宜 只有0.3%的全年的管理費 當然當你買的時候也會給一些brokers fee 看看編號2813這個債券 今天出了兩天 其實今天也一直在升 升到122.5元 其實現在市值超過1億 非常穩陣 而每收一個股價就是10股 大概1000多元就影響賣一手了 如果看看恒指雖然跌 國指也跌 反而這個債券ETF正在升 也有20多萬的成交 今天的波幅 之前的收市是122.5毫 現在的波幅是122.6毫 另外 看看NAV 這個可以在華夏官網看 我看看昨天 其實每基金單位資產正值是122.3 而職場的市價是122.5 即是說你要用多些錢 才可以買到這個NAV 代表很多朋友入貨 所以推高了價格 看看今天更加升到122.6毫 所以為何說股票和債券 債券可以平衡你的組繭風險 就是通常如果股票升的時候 某一個經濟交期 債券是會反而跌的 當然啦 如果股票跌的時候 債券就有機會是升的 另外 剛才進來之前 就收到一個要財的朋友 就打來問7331 即是納斯達克反向ETP 他今早就掛掛市價 掛市價 但是下午還未成交到 問我怎麼辦 其實我看回 我們的NAV 其實在做10.07 即場的市價是10.04 假設他今早就用10.04來做買賣 其實因為NAV已經高過這個市價 變成Seller那邊就未必肯放出來 然後看回 其實這一隻東西 就一直升升升升升到剛才就10.06 如果他的價格還是10.04的話 其實Seller就會將那批貨 給出價更高的投資者 所以為何他到現在都未買到 我建議王先生可以掛高幾格 尤其是今早早一開的時候 你都看到很多科技股票是跌著的 即是7331這個反向就會升 價格一直升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掛了牌之後 掛了市場價錢想買的時候 過了一個小時都未見到成交 我就建議你立刻要抬高 才可以在上午的市場買到 很感謝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我是沒有持有上述的ETP或ETF的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到之後